看一下GW对着HY的第二局上半场 哎呀 果然是掏出了蜡像师 这个阵容的话 蜡像师这边 相对来讲就保平 我觉得还蛮稳的 如果说真的球者要争三跑的话 他们需要有非常强的一个个人牵制 因为这把的话 说实话 支援嘛 你可能就抓个杂技 抓个古董先知外面能支援一个鸟 你这边比如说抓个先知古董商 杂技过来支援 我觉得支援 支援不了太多东西啊 那前期开局这边一块板子一砸 然后先知这边的一个位置还蛮不错的 但先知有角色被抓的 有一个点他打蜡像师啊 他这个鸟不一定交得出来的 那你交出来了 我这边收蜡 等你鸟结束了 然后把这蜡补上定住 该打到一刀还是打到一片鸟 鸟 这一波这只鸟交得漂亮呀 安妮这边 小心思被海尔 给捕捉到了 在这边两刀打上 开技能一个蜡快能定住吗 海尔这走位可以 再回头 这波回头 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接近三台机了 这波回头 他是没有看到这块蜡快 然后回头去躲一个贴墙蜡吗 这个窗无论你怎么走 该定住定住的 我觉得他可能是回头躲一个贴墙蜡吧 游民跳过来 救下来一刀 游民帮我们扛一刀 看看能不能二六 这边的话小镜头 给的是游民 没有看到先知手里面有多少鸟 这边好像想再打一刀 想再打一刀 定住 这边能再打一刀到二阶 游民这波是无伤救人 所以他能够再来救一波 但球者这边的密码机 是不够的 我觉得古董商要不就别过来了 我觉得古董商要不就别过来了 古董商这边过来打架 其实也不一定保的活 不如就让游民来救 他们最后台机子的话 才刚开始修 游民这边蹲着 注意小镜头 游民这边蹲着 其实救人位的时候 爱玩救人位的观众 就可以看一下这边游民的一个救人 一个护壁跳过来 身位先拉近 一个辣块 主要现在我们不知道 先知吸了多少鸟 先知估计一半鸟都没有吧 直接喷 喷住 傭兵 起热辣 一刀打中 人挂飞 那边密码机 五十 他这里牵起来 把人挂 他是留一张椅子吗 这边为什么不 究竟挂上呀 求者密码机不够 但是因为 他们现在状态好 道具多 甚至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傭兵还可以去翻翻箱子什么的 外面的话 傭兵重新取代机子 对的 对的 这个时候 穷者需要重新取代机子 两台机子修呢 就三人开门站锁定 然后我觉得 尽可能的有机会去翻一些箱子 来给穷者 增加一些补充 这样的话呢 无论是宝瓶也好 三人开门站真多跑也好 都会更多一点希望 这边起热辣 杂技 杂技这边倒了 没倒 杂技这边倒了的话 估计是古董商来救吧 我觉得估计是古董商来救 这波杂技 我觉得再怎么撑 应该也撑不到 一个 等会儿 这边的辣刚才不是40多吗 怎么剪了 那密码机压好了 密码机压好了 大家注意小镜头 佣兵在翻道具 确实他们需要给佣兵一个道具 因为杂技手里其实还是有球的 佣兵这边的话摸了根真 哎呀 真男人 这个真男人有点难受的呀 摸个魔术棒也好啊 机子要不要亮 因为这边有可能起热辣的 这边是有可能起热辣的 喷喷喷喷喷喷喷 假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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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装杂机这边跳 捏球捏球捏球两边 哎喷倒 叶刀 哎呦 这个 压机 马后炮的角度来讲 刚才其实拉开身位的时候 第一时间直接亮会更好一点 那这边的话要不要看 看傭兵点门 然后古董上这边已经顶出来了 因为这杂技是个新挂嘛 我估计安逸 我估计安逸可能也不一定会传啊 他可能会顶出去来找这个亚尔明的人 然后看情况到时候再传 因为他尽可能保平再说嘛 我开了我拉 这球是真的很稳得住啊 他没有 没有一个太好的位置 如果说杂技刚才交球 哪里可以交呢 只有左边的两板 有两块板 对 只能去左边的两板 去交球进去 再去通过下板 来进行一波拉扯 这时候你一个回光反照 是有可能让你加速 躲到那个大型障碍物后面去 对 你就不会说开门站被秒嘛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 就结局的话 我们已经看到 是已经被压起身了 然后的话是能够挂到 小木屋的地下室 然后也能看到求人者 其实贴的就是小门那边 那那个位置如果挂上以后 安逸出来去封一下小门的话 那个门是不一定能开的 对对对 而且是有传送的嘛 对 但是有传送的话 不管怎么说 都有还有一波追分的机会 那求人者方面呢 古董商有道具 但是佣兵的话 是没有太好的能力 去进入这个地下室的 也没有一个化险为宜了 那如果说传送过去 有没有可能说 定在门口呢 定在门口一个三连棍 我觉得这边古董商要跳地窖 就优兵把门开了的话 如果说传送了呢 这边古董商救人 这个很正常 但是如果不传的话 古董商得想办法跳地窖 他不能走门的 走门会被这个传送给压到 还是蛮快的 就看安逸 他会不会去传送 还是说去保个屁 就够了 因为这一波我们可以 安逸这边顶出去嘛 排到耳鸣了以后 找那个耳鸣的人对吧 你只有一个人开门呢 我排到耳鸣就另外一个人 他人挂上一定不会传 他传了我把专业解说 这个牌子给砸了 虽然也没有啊 本身也没有这个牌子 这边的话 穷者好像也掌握到 他只是稍微顶出来一下 那也可以啊 也可以也可以 这边的话 因为安逸我刚刚就给他讲了 他的一个思路很清楚 保平真胜的 这边顶出去 有耳鸣 好 我找你这个人 找到这个人 发现你快要到门的时候 我再传送